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兄弟们我误了 肉铭文黄链名士营 是当前版本大恩之业 猛成一匹马呀 之前给大家做过一期名士营 当时用的是发装名文 缺点比较多 身板脆逆风难打 但是这个黄链肉铭文 打法细节就不一样了 它能有效清擦顺风的局面 大打发挥名士营的功效 掌握全局 先说名文 带宿命驱红调和即可 大文字技能选择成绩 出门买小王道直奔对面野区 如果对面打野 看小明一个人来 敢直接冲来打你 那真不好意思 一血基本拿下了 你会发现一期小明带肉铭文 真的太猛了 来一个打一个 来两个打一双 你可能会觉得 这十分像米岳打野的玩法 但当前版本 名士营最牛的地方在于 就算是对面米岳打野 你跟他1v1相互联助 你会发现 米岳是打不过小明的 所以米岳最近人送外号 小明士营 最理想的情况是 逞机buff怪直接抢 这个时候把二技能一点 秒切黄链子 开始大杀四方 为什么要用黄链子的 这里有两个细节 1.对于抗性高的敌人 黄链子的伤害 其实是比子链子高的 这得益于黄链子会降低 对方的双抗 比如400物抗 200法抗的韩性木偶 被黄链子命中后 物抗仅剩227 法抗仅剩113 当我们切换链子后 可以明显看到 链子的伤害有所提升 且降低双抗 队友也可以从中获得收益 这可要比前妾 无脑指链子连队友 来的收益高多了 第二 明士营 技能虽写着 从连接的目标处 获取三分之二 该数值的物理防御和抗性 但实际上 不管你连不连目标 只要你切黄链子 你都可以获得额外的抗性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哪怕我什么都不连 只要我二技能切换 小明的双抗就会提升 所以哪怕不连任何人 也要保命时切换黄链 大幅提升生存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 小明每次被击杀复活时 链子会自动换为紫色的 所以从泉水出来 记得按一下二技能切成黄色 整体的出方为 气灵短刃 学持宝石 抵抗鞋 小黄刀 净化水晶 直接敬畏荣耀 然后十字语言 大黄刀 行刀之剑 最后 活学者之怒 来 我们来看看小明为队友 带来多少抗性吧 四百护甲的人偶 在小明出敬畏荣耀后 提升为520 被黄链子连住后 直接提升为800 翻了个倍 被这样的黄链子 连住的队友 那真的是肉 残血都能扛个半天 一打二 真的猛 注意了 虽然是黄链子 确实可以让队友很肉 但我们在游戏十分钟前 尽量用黄链子连敌人 前期小明一定要多入青野区 对面如果不抱团抓你 你就一个一个和他们拉扯 打残敌人状态 现在明世影前期 强度很高 多凡也拿资源 能自己单杀就自己单杀 不要像以前一样 开局跟一个人连体了 现在单打能力可强了 自己最凡也建立顺风局 等十分钟后 把队伍里的大爹养起来 再用链子去跟着他 赶路挨打用黄链 队友输出用紫链 你要实在嫌切链子太烦 那就全程黄链也没问题 很快你就能发现 当前版本的明世影 真不愧为 王者峡谷一大boss 说了这么多 只想悄悄告诉你 赶紧用 如果KPL的话那只看要被削了 还记得上一个专金张飞吗 兄弟们冲吧 一概地名为 逆新邮差的先有链道 这是XYG新辅助吗 打得不错呀 长得还挺精秀 还很会说话 一定很有直播效果吧 什么 你怎么知道 XYG点破战上场了 并且还以4-4-13的战绩 10.5%的输出 38.9%的成伤 好奇MVP 完美实现了 出道激巅峰 据小道消息说 巅峰过后 即将退役 且看且珍惜